上次讲胡适的第一讲 有些朋友提出来了 一些比较有趣的问题 比方说有朋友问说 中国现在的学者中间 有没有类似于胡适 或者可以跟胡适比肩的那种人 我觉得这个问题 真的是很严峻的问题 或者说是很残酷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几乎是没有的 这个问题当然我可以在书面 回应那位朋友的问题的时候 再谈一谈中国的现代学术界 从胡适同时代的那些人 再往后观察一下书里下着 中国的学界像胡适这样的人物 何以很难再出现 或者说很难出现 那么这是我的回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有人更有趣 问的说胡适对女性的态度如何 当然这个问题也是蛮有趣的问题 因为我想推荐 这个有一本书叫 江永振先生的这本书叫 月亮星星星月亮太阳 江永振是一个台湾出身的一个学者 现在在美国的某个大学里边当教授 他特别擅长去挖掘这个胡适先生 这个跟胡适交往密切的一些女性 胡适当然不是一个 他大家经常说 他有点像是一个圣人一样的 以圣人的秩序或者说别人认为他是圣人 其实他也是一个人 他有自己先活的一种情感 有自己的苦恼 所以他这辈子也跟几个女性 有过一些非常缠绵的一些情感吧 还值得看一看星星月亮太阳 胡适的情感世界 这个我就补补 因为这个今天是胡适先生的生日 我们在这儿不要八卦他太多的 这个个人的隐私性的东西 那么上一讲呢 我们谈到了胡适在少年时代 15岁不到的时候 在上海城中学堂读书的时候 那么有一本书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在日记里边多次提到 这本书就是英国的一位学者 同时也是官员 同时也是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教育 教育界的这个作者 那么叫阿诺德福斯特 他写了一本书叫公民读本 那么这个公民读本里边的第八章 提到了要了解英国的这个法院 我们首先要知道 在所有的适用英国法的地方 法院都必须遵循六项准则 这六项准则就是说特别 就是说普遍适用的 哪个地方只要适用普通法 适用英国法 都必须严格的遵循这六项准则 那么这个 这六项准则 其实就是六条法律的格言 那么第一条呢 我们上一次我们梳理了前三条 第一条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或者是法律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那么第二条呢 是一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 都应该被假定为无罪 这是我们都清楚的知道的 这个叫无罪推定的这样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准则 第三条呢 是不可以对一次犯罪进行两次的审判 任何情况下 政府法院不可以说对于 特定的某一项犯罪进行两次的审判 只能进行一次审判 如果一次审判没有证明他犯罪 即便是这个人是实际上有罪的 但是他政府也就永远失去了 再去追溯他的一种可能性 这是我们上次谈了这样的一种价值 价值权衡的问题 到底是以保障人权为主导呢 还是以惩罚犯罪为主导的 这样的一种人权的平衡性 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讲后边这三条 后边这三条的第一条呢 就叫胡适的翻译叫 叫公堂动开资人官审 就是说公堂就是指法庭了 法庭他的所有的审理活动都应该是大门洞开 向所有的人开放 让所有的人都欢迎他们来去 旁听审判案件 这条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准则 是不是 涉及到司法公开的这样的一个准则 我想起来自己有机会到一些其他的国家去访问的时候 因为我研究是中国的司法改革已经有 可以说是有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了 所以对于走到哪去总是喜欢到他们国家的法院去旁听审判 我发现到其他的国家到法院去旁听审判 特别特别的简单 特别容易 比方说到日本 闲暇时间我说 你们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下法院审判这个公告 最近这几天审判的案件都是什么样的案件 那么就 就朋友们了解一下 说东京地方法院 明天正好下午有一个审判 审判的正好是在日本犯罪的一个中国人的案件 他们现场会配翻译 因为中国的被告人他的日语不行 所以贺老师你不放到 去听一下这次审判 果然我就可以自由的去 到了那个法院 你会发现没有人查你的证件 你大摇大摆的进去 我记得东京地方法院 连安检都可能都没过 不需要过 然后进去以后 按照那个审判的告示牌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 想听的那个案件 是在哪个几号法庭审理 然后坐着电梯上到三楼去 找到那个法庭 然后你就推门就进去 坐下来就旁听 当然旁听要讲求秩序了 你不能在法庭上大声说话 你要很安静的在那去旁听 没有人去干扰 几乎每个法庭一个都可以推门进去 你听这个案件觉得可能无聊 你可以到另外一个案件去 再去审庭一会儿 我到英国去 英国的皇家法院 那个就是那栋非常著名的楼 是伦敦的 据说是19世纪 英国的伦敦最后一栋 哥特式建筑 那个建筑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么我进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要过一个安检 安检的时候发现我包里面有个照相机 然后他们也不看证件 然后说这个只是盯住我说 进了这个法庭的空间以后 你的照相机就不可以使用 任何地方都不许拍照 那我非常重要 我就觉得这个完全可以接受 很喜欢 然后就进去以后 你到了那个法庭里 法院的那个栋大楼 那栋大楼好漂亮 里边有许多的司法的陈列 比方说我自己读过他们的书 或者说看过他们的判决的一些 英国的伟大的法官 他们曾经在这工作过 长期的工作 作为法官 他们的法袍被陈列在一个 专门的一个柜子里边 他们的这个使用过的一些物品 也可以专门有一些陈列 就给人感觉就是 既是一个博物馆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庭 然后我进去到一个法庭里边去旁听 然后去听那个法官正在审立一个 行政诉讼方面的案件 听起来有点枯燥 但是因为上诉审嘛 他也没有陪审团 所以大家在前面就 就在双方律师进行一些辩论 然后我坐在后边听了 大概有20分钟 然后我发现 其他的人要离开法庭的时候 出门的时候 他们居然是退子往后走 退子往后走 走到门口那个地方 朝着法官鞠一个躬 然后就推开门就走出去 结果我出去的时候 我要这个一样化 葫芦的用这种方式 也是表达一种对法官的尊重吧 法庭非常有秩序 但是法庭是一个特别开放的地方 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去 我自己多次去美国 但是一直到2005年的时候 我才有机会去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去 去旁听一次案件的审理 那个头一天 我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 在好像是在GW George Washington的那个大学里边 我们听一个开一个会 第二天还要开会 但是我听说下午 他们上午10点钟 联邦最高法院要开始开庭审理案件 大家知道联邦最高法院都是上午10点到12点 但是一个小时审理一个案件 听审一个案件 然后第二个小时再审另外一个案件 这是严格的程序 他们时间不会延长的 你要愿意去听审一个案件的话 那么你就通常的方式是 一大早到最高法院门口 联邦最高法院门口去排队 你可以领到一个旁听票 有两种旁听票了 一种旁听票是 你做到那个旁听席 然后你大概局于前半部分 你就不再动了 你就听完这两个小时 你才离开最高法院 另外一种旁听的票是 所谓的流水席 那就是说你进去 你并不是想去真正听案件的整个的审理过程 你相反你只是把最高法院作为一个旅游项目 我到最高法院去看看最大法官们怎么审理案件 呼吸一下最高法院的那个审理大厅的空气 然后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旁听票应该是十分钟还是十五分钟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最高法院的旁听的最后那几排的席位 经常是这拨人进来了 坐下来 坐下来以后过了十五分钟 这拨人就离开走了 下个十五分钟 下一拨人又进来再坐在那 我觉得作为最高法院的法官 有时候也有点烦 看着后边的这些人动来动去的也比较麻烦 我因为当主持学术会议的人 他们跟最高法院的管理部门还是比较熟 然后就给他们打电话说 中国有一个研究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学者 他特别有兴趣来去旁听一下在明天的案件的审理 然后他说那你带他一块过来吧 然后就带我去了 然后呢就给我安排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席位 这个席位是什么 其实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 从大法官席这个地方九个人坐在那 你可以发现左侧有一些席位 他的席位座位是朝向右侧那个方向 也就是说他的座位并不是面对最高法院的法官 而是两边相对而坐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大法官席前面 结果我坐的这几排椅子 第一把第二把椅子上面写的是总统夫人 那就说如果美利坚和中国总统要来庞庭案件的审理 他们有一种特权可以坐在这两个座位上 这是他们的法定的席位 别人不可以侵占的 我坐的是挨着很近的那个两排那个椅子 其中的一个 我一看到椅子背上写的是肯尼迪大法官夫人 我看肯尼迪大法官夫人 你知道叫这安托宁肯尼迪是联邦最高法院当时正在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现在已经自己退休了 他对中国非常友好 他也经常他负责联邦最高法院与中国的司法界的一种联系 这是他的一个职责 所以他到北京来是我们是见过密尔塞一块座谈过 然后就把我安排在他夫人的那个专用席位上 如果他夫人来的话 我当然就不能坐那 结果开庭全体起立 然后久违大法官齐刷刷坐在我的面前 你们知道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全世界各国最高法院中间权威最高的最高法院 因为他们实行三权分立的体制 最高法院握有对于行政立法权利的一个合线性的解释权利 也就是说议会尽管是一种民主的一种体现 因为国会议员都是人民选举产生的 而最高法院的法官 所有的联邦法院的法官都不是人民选举产生的 但是选举产生的机构 包括总统副总统这样的行政权力的最高首长 包括国会 他们所做的一些行政行为 或者说他们所制定的法律 联邦最高法院可以通过审理案件来去宣布 特定的法律是违反宪法而无效 所以这九位大法官握有一种 终极性的解释联邦宪法的权利 这是为什么这个最高法院特别的重要 这是为什么每次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 如果要退休或者说突然去世了 选谁来做他的替补 会成为一个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极度关注的事情 就是因为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这九个人 特别特别的重要 而且这九个人其实并不分主次 并不是说像我们习惯于说 一种特别行政化的一种思维会觉得 说是不是院长最重要 不不不不 其实这九个人 其实院长不过是平等者中间的第一个 他排名第一 他永远是立案件的时候 他坐在九个人中间的那个位置上 但是他任何意义上都不不享有对于其他的他的八位同事的一种 呃所谓的领导权利 那不存在 他经常是 居于那个少数派 也就是说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做出判决 有五个赞成这么判 有四个赞成那么判 五个赞成这么判的那五个人所做出的判决是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但是那四个人也可以做一个判决 但是这个判决其实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但是也许他将来会有少数派变成多数派 也未可知 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或者叫院长 经常是成为少数派 但是也没关系 他他他他他 他就是平等者中间的一个 只不过形成序列上排名第一而已 这是联邦最高法院 所以当你坐在那个最高法院 旁听席上 去旁听这九个人审理案件的时候 那真正是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有一种 特别庄严 特别 你到现场去你才知道 哇他们是这么审理案件的 有点像说博士生答辩的时候 这些导师们他提出问题来 然后让律师回答 但你可以不提问题 整个整个就叫律师辩论 然后每个律师发言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掌控时间的人 因为整个的审理时间 一个案件只有一个小时 那么他们听审的时候 有时候会会对于时间把握的非常严苛 每一个每一方当时律师的发言的总时间 也不过就是20分钟左右 其他的时间 有时候那些法官会愿意提出一些 提出一些问题来请那些律师来回答 有些法官特别安静 有些法官就特别的活跃 比如说有一个斯卡利亚大法官 已经过去了 他在法庭上 我觉得语言的幽默 那样一种机制 经常去打到律师的 这种话头的情况 真的是让人觉得 特别特别的生动 特别特别生动 让整个的法庭的气氛 经常处在一个很活跃的状态之中 我坐在那个法官席上 肯尼迪大法官偶尔回个头来 张望一下来看一下 他夫人的座位上 坐了一个什么人呢 好像看上去不像是他夫人 那种感觉 你就觉得大家 我有时候给他点点头 但是他其实也可能 未必想得起来 这到底是什么人在这 坐在我的夫人的座位上 我就觉得我可以到美国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 可以这么自由的 去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到日本的东京法院 到英国的皇家法院 去听审案件 但是各位你们知道 我在中国 我到海淀区法院 有一次想去旁听一个案件 那个案件跟我有关系 因为涉及到有一个 在中国的最高法院的 人民法院报工作的 有一个人 或者说法院出版社 工作的一个人 居然提起一个诉讼 我跟另外一位学者 联合主编的一套书 我们使用了一个 叫法律人的 一个从书名称 叫法律人从书 而这个人居然 他在中国工商方面 注册了 把法律人 这个三个字眼 注册成为一个 注册成为一个 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商标 其他人再用法律人 就不可以使用 哎呀 结果我就觉得 特别特别的烦 然后呢 最后这个人 他就要求给钱 出版社和我们都觉得 坚决要拒绝他 然后那天案件审理的时候 我不是作为被告人 有出版社作为被告人 我只是一个 涉案的一个学者 结果我到海军区法院 去旁听 海军区法院 我盘问再三 最后还说 你必须要里边的人 来把你领进去 然后你要把身份证 押在我们这 然后你才能够进去 结果最后只好 转托人帮助 想办法找一个 认识的人 然后最后 我才能够进去 听一下这个案件 这是海淀区法院 更不必说 你要到中国的最高法院 你要进去 那简直可以说 极其 极其麻烦的事情 我就想胡适提出来了 这个翻译成 公堂 动开 这个时候 胡适这个人一辈子 是不是也经历过 一些个司法的案件 我们上次 讲座结尾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胡适 曾经有过 两次在法庭上 我自己 关他 他这一辈子 其实他并不多 我自己感觉 他在做驻美大使 三年多的时间 他接触过许多 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的 大法官 结交成为好友 但是他好像没有过记录 说他到法院去 旁听过审理 案件的审理 有一次他在北京 上一次提到过 1948年的时候 北京 他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 曾经参加过美国的 那个驻华军人 叫皮尔逊的 涉嫌强奸中国的女大学生 叫沈从 从高的 沈从的这样的一个案件 胡适作为教育界的一个 非常显赫的一个代表人物 曾经全程旁听过 这个案件的审理 同时也向有关的媒体 曾经谈过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这个案件 当然你们各位要是 有机会可以 也有些朋友肯定都知道 这个案件太复杂了 这个是真的是一个 最后导致 美国在中国声明扫地 导致国民政府 受到巨大压力的一个 一个特别重要的 一个蹊跷的案件 那么另外一起案件呢 今天稍微 可以当故事来说 这个就是 不是在1930年 或者31年的时候 曾经到巴黎去 去到欧洲去做了一班考察 那么他在巴黎的时候 遇到了当时在巴黎的一个 中国留学生 他是广西人 他叫这个 梁中代 梁中代 梁中代先生当时 正在法国留学 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他把陶渊明的诗 翻译成法文 法文版 而当时 法国的一个著名的诗人 叫保罗凡勒西 或者说 他翻译成凡勒西 现在通常翻译成瓦雷里 瓦雷里 法国也是里程碑式的诗人 那个瓦雷里 当然 我觉得比较亲切的是 他本人也是学习法律出身的 后来就弃法从诗了 然后变成了一个 世界级的诗人 梁中代先生 就是在跟瓦雷里 过重甚密 甚至可以说 以职地之力 向瓦雷里学习 一些诗 诗的这样的一种艺术 然后瓦雷里 还曾经专门为 他翻译的陶渊明的诗的 法文版 专门写了一篇序言 谈过他读陶渊明的诗 当然是通过 两中代的翻译来去读的 然后就变成了 对于中国的诗 有了一个特殊的感受 他好像评价很高 那么 胡适在巴黎的时候 曾经有跟这个梁中代 两个人 有一些交谈 胡适好像对他印象也不错 然后回到北大以后 回到 胡适回来以后 那么就建议北京大学 可以聘任这位 梁中代 回来做北京大学的 法文系的教授 结果梁中代回来 做了北大的法文系的教授 有一段时间还做过系主任 那么就成为中国的 在北京大学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法语 法国文学方面的一个 重要的专家 正当梁中代非常得意洋洋 可以说是身风得意的 这样的一个时候 突然有一天从家乡 来了一个女士 这个女士叫何瑞琼 这个女士去找到 去找梁中代 然后声称梁中代 和她是结发夫妻 梁中代当时正好 是跟一个 一个山东籍的 山东围县的一个 一个出身的一个女的作家 叫陈寅 陈是陈到大海里边的陈 陈是樱花的 成为陈樱 樱花的樱 那么 他这个 就两个人 就同居在一块了 哎呦 结果这个女的 就非常非常的愤怒 然后当然 梁中代也特别的 就不认识她 说就你 你跟我 我们俩没有什么夫妻关系 我没有结过婚 然后就 就就就就 吵得很厉害 最后 这个 这个 何瑞琼 何瑞琼 没有办法 最后 就找到胡适 到了胡适家里边 哎呀 胡适的夫人 江东秀 许多人知道 胡适的夫人 可以说是 有过自己 某种切身的感受吧 对于这个 遭康之妻 这样的一种地位 特别的关注 所以说 胡适夫人 可以说是 可以说原配夫人 权益维持会会长 这样的一个 业余爱好 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就 最后就 就 就 收留了 何 何瑞琼 然后就 想方设法的帮助 胡适也出面说 我 我没好好调解一下的 胡适就提出来说 看起来这 婚姻呢 到底成立不成立 他就坚决说 没有 没有 没有缔结婚姻关系 没有举办过婚礼 但是对方说 不仅 不仅举办婚礼 我们还有 这个基辅之亲 还有 都都在一块住了 好长时间呢 结果就 两家就 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 胡适做调解说 要是解除婚约的话 解除这个婚姻关系 你还是出一点钱吧 就给他出了一个数字 然后这两边 都是有一些代理人了 胡适是作为 何瑞琼的代理人 这个 那边是朱光浅 好像是朱光浅先生 在那边帮助 这个苏通 最后达不成一致 没有办法 只好变成了一个法律案件 然后 何瑞琼就把案件给起诉到 当时叫河北省高级法院 北平市北平地方法院 因为当时北京不是首都嘛 将格就要变成北平 然后北京的法院系统 高级法院的层面上 是在河北那边 应该是在保定那个地方 是河北高院 然后北京这边变成一个地方法院 所以在北京诉讼 地方法院是一审的话 到了到二审如果不服的话 那可能就起诉到 保定那个地方的 河北省高级法院 再往上就是在南京的最高法院 然后就 哎呀 这场诉讼 双方都请了律师 这个何瑞琼 何瑞琼请的律师 是谁呢 他的名字叫临行规 临行规 行是行动的行 规是规则的规 临行规 这名字倒是特别像是一个 学法律的人的名字 临行规先生是浙江人 跟安格先生是老乡 呃 临行吧 呃 然后后来就 考取了到英国留学的资格 然后就到英国去学 学习法律 呃 在英国的非常著名的那个学校 叫 LSE那个那个叫 英国伦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伦敦政经学院 他在伦敦政治学院 取得了法律 法律 学士学位 同时就在伦敦政治学院旁边 有一个 我们上次展示过 那个林肯律师会馆 他就在那个林肯律师会馆里边 又做了一个 大家知道 英国在大学里边 读完法律 还不能直接担任 呃 获得律师资格 都必须在他们的 都必须在他们的 LSE 通过跟师傅一块吃饭 来去获得一个呃 法律方面的行业技巧 那你才能够你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这个最后 由这个律师会馆授予你大律师的称号 或者Barrist 呃 我们大陆翻译成出庭律师 那么香港那边翻译成大律师 呃 他才能获得大律师的资格 而林肯律本人就 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资格 然后获得资格以后 他就留学学成了 就回到 回到国内 呃 在北京做一边做律师 一边在北大做教授 北大的法律系 呃 我的同事们呃 只有研究 这个本校的历史的人才会比较熟悉说 我们在法学的历史上 曾经有个叫林兴归的人 曾经非常非常厉害 因为他在北京是非常著名的律师 北京的呃 呃 西北那个地方 那个纠纷上面有一个天文台 那个天文台其实就是 这位林兴归先生捐款 呃 捐出房子来 一直跟胡适之间关系 呃 可以说是非常的亲密 然后 胡适和江东秀就聘请说 呃 请林大律师来去出面 来为这个何瑞琼来讨个正义 然后就答应了 就起诉到北平地方法院 那么梁中代先生呢 当然也也要聘请一个律师 他聘请的是北大的法学 法律系的另外一位教授 这个教授叫戴修战 戴修战 哦呦 也是了不得 是留学东洋 留学日本的一个法学的大师 民法方面 他在全国享有极高的声望 然后 然后胡适夫妇 还有加上另外一位教授 亲自出庭去担任这个 作证 作为这个有利于 有利于原告方的证人 呃 然后报纸上已经登出公告 说这个案件 在12月 几号呢 1933年的11月 还是12月 然后某一天 对这个案件要进行审理 我天哪 一下子就轰动了整个的北京 所有的学者和学生们 以及市民们 都其实都特别特别的关注 说天哪 有这样的好事 好事 然后能够听到 来这样 大家都本身对这种事 都很有一种好奇心 都很喜欢听 然后就那天 真正是 地方法院 北平地方法院 真是叫 这个叫公堂 洞开 资人 官审 所以 好多好多学生 拥到这个 法庭 要求旁听 最后 北平地方法院 把一个两层的 呃 官审席的一个 最大的法庭 开放出来 让学生们都能够进来 大家都 都都喜欢 这这样的案件 这个这个 这么著名的教授 我的天哪 两边律师 有这么了不得 而且是胡适先生 来亲自来出庭 作证 作为证人 真正是 聪动了京城 最后 审礼开始了 哎呀 双方律师的那种 唇枪射箭 然后 然后 何瑞琼的那种 挨碗的 带有这种 伴着泪水的一种 倾诉 然后 梁宗带那样 那种 哇 好像是很雄变的样子 就 驳斥 都让学生觉得 哎呀 听所有的听众 感觉到真正是 大快朵疑的感觉 最后 轮到 胡适先生 个证 胡适先生就 走到了法庭的 法官面前 然后大家都 都准备等着听 胡适讲话的时候 突然发现 胡适居然是 用耳语一般的 那种声音 跟法官在讲话 哇 所有的人都觉得 这是 这是为什么 我们都想听 胡适讲话 但是胡适 就是不让 听众听到 他讲什么话 许多人最后 就猜测 胡适 就是觉得 这个 毕竟是北京大学的同事 出现这种 这种事 真的是有点 有点 还是 尤其在学生面前 这么多的学生在现场 他是觉得有点 有点为世人的声誉考虑 所以最后就是 还是不愿意让学生们 听到他的证词 他的证词当然是对于 两中代不利的一些 一些一些说法 那最后北平地方法院 做出了一个判决 我自己还收藏了这个判决 这是厦门大学的谢勇教授 专门给我看看 这个在哪个地方 能够清楚 我觉得我 哎 坏了 这个 哦 在这个 法律评论 这是1934年的法律评论 何丁本 嘟嘟嘟嘟嘟嘟 非常成 这个这个破破损了 呃 谢勇教授 看到我的文章里边 提到过这个事 觉得很 很高兴 就把他收藏的 这个1933年的 法律评论的何丁本 给我 让我参考一下 里边 专门把这个判决书 全部收集在 收藏在里边 呃 然后 作为一个历史文献 能够留下来 呃 胡适 这个 这是重要的一次出庭经历吧 啊 最后法院 还是 做出了判决 判决对于 对梁中奈不利 尽管胡适的证词 也没有被接受 但是梁中奈的这个 结果是 比起最初 胡适提出来的条件 调解的条件 呃 高得多的一个费用 然后要拍 要给 给他的 所谓的前妻 或者说 他的 结发夫人 和 和瑞琼 就获得了一笔 不少的一个 一个款项 然后 解除婚姻 呃 确认了他们以前婚姻的存在 呃 和一是成立的 呃 现在必须要 解除婚姻 可以 但是要 给付 很 很高的一个抚养费 大概 呃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边 是每个月一百大养 非常非常的昂贵的一个抚养费 胡适在 审理当天的日记里边说 哎呀 那个东西 小人 小人 只不忍 小人 有些事情 不懂得去忍让 到了下一个学期 梁东代就被解聘了 不在 北大就不再聘任梁东代做 做教授了 呃 后来当然梁东代 有跟他这个 呃 当时还是情人 这个陈英教授 陈英 作家陈英就一块到日本 但是 哎呀 这个人也是 这个文学才华太高 一辈子 就不能安于跟一个人在一块生活 很快又把陈英给抛弃了 又跟其他的人 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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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少苏的这个 戏剧演员 最后又 他们又生活在一块 这个是 这个是当然是 插播一段议事了 呃 说起来这个 法庭公开审判 其实说起来简单 其实也并不简单 因为中国的 比方说我们 刚才比较一下的 首先是说 开庭的时候 要自由的进行旁听 要容许人们自由的进行旁听 这个事儿 其实不是特别容易做得到的 你看看现在 我刚才说了 我到海淀区法院去听一个 根本跟 跟国家机密 跟人隐私 毫无关系的案件 而且我还是有点关联的当事人 但是我那么难以进去 现在有许多的案件 所谓的不开审判 你看到法庭上 电视上你看法庭上坐满了人 但是 那些人都是经过法院 严格筛选的 那些人 他们甚至要承诺 不得泄露 有关审判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 一些内容 比方说薄熙来案 当时我就觉得 我都想去到济南去 听一下济南市中级法院 如何去审理薄熙来案 因为我太关注这个案件 但是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进去的 有朋友进去 我的同行 学者进去 但是他们都承诺 不泄露 里边的有一些机密 因为在法庭上 那些当时 尤其像薄熙来这样的人 他撒开花来 就开始说话的话 他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得出来 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实际的 一种不公开审理 但是表面上看起来 似乎坐满了人 所以公开审判 在中国是一个 很任重道远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 有些方面 我们喜欢做一些花架的 比方说 全世界其实有许多国家 都不允许电视 对于法庭审判进行直播 但是我们在这 自从审判林彪四人帮 那个特别法庭 似乎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先河 那么后来 好像法院经常是要媒体去播 当然是特定的媒体去播了 像薄熙来案 能够进入薄熙来案 审判法庭的 只有三个单位 三个新闻单位 那就是人民日报 新发社 以及中南电视台 大家看到了 都中央台最后 搞出的一些剪辑 你没有办法去 除了这个剪辑 说审判计时以外 其他的内容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 况且电视直播 庭审本身也是一个值得 去反思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应该倡导 这种东西 我们一方面 不把那个现场的旁听席 开放给 自由的开放给大家 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搞一些 所谓的电视直播式的 这种花架子 但这种东西 其实直播都是提前要演练的 直播都是 这个是绝对对于法庭来说 它跟公开 其实是没多少关系的 所以我很早就开始 我在南方中 把某发表文章 反对在电视直播庭审 我觉得应该 比方说大家都 自由的进去 可以旁听 如果一个案子影响巨大的话 那么完全可以把 最大的法庭拿出来 让大家去旁听 然后如果说 人还是装不下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通过某些 随期的方式 比方说抽签 谁能够抽到 谁就进去旁听 这个谁也没有意见 但是我们这 这个是充满了一种控制 这个是我认为 我们离审判公开 其实差距还是非常遥远 法院来建设 自己的法院的大楼的时候 有时候他们需要 向地方政府去申请经费 那地方政府往往觉得 法院你提出来这个面积 怎么比检察院那边那么大 你们的工作人员数量差不多 为什么你们要求面积这么大 地方财政部门的人员 根本不知道说 根本不知道说 这个法庭这个地方是需要 向公众开放的 公众这个审判是需要一种 特定的一种面积 大家可以来进来一个空间 可以进来去旁听案件 所以法庭的这个 法院的审判的那个空间 法院的这个大楼 就应该比那个检察院的大楼 要大的许多才行 同时也必须要让人民 大家就像到集市上买个东西一样的 如果有人愿意去旁听案件审理 随时边边就可以到他 住在小区不远的那个法庭 法院去随便进去去旁听 这个到这个是完全是一个 审判公开的一个提中 应有之一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 特别特别值得我们去推动一下的 那么审判公开又不只是这个 比方说审判公开 假如你在法庭上 你可以到法庭去旁听案件的审理 但是案件的审理的最后的决策者 是在法庭上看不见的人 那这个公开其实还是不公开 因为你眼前看到的这两个人 这三个人在法庭上做的 他们貌似在审理案件 但其实他们是被牵线的末偶 他们只不过受到后台的一种操控 或者说他们不得不最后 屈从于服从于 楼上某个办公室 坐在那某个人 或者说法院之外的一群人 这样的一种情况 其实是特别值得忧虑 第三个方面 司法的公开还需要去 把所有的证据 所有的一些法律的理由 在法庭上公开的陈述起来 就是说在法庭上对证人的执政 让证人必须到法庭上来 古开来案件 古开来案件 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时候 有所谓的证人 证人所谓证人出庭 其实证人根本没有 那个只不过是一个专家式的人物出去 重要的证人是王立军 和薄熙来本人 那么他们证人出庭 这个作证在这个薄熙来案件中间 体现出来了 有三个证人出庭作证 但是你知道三个证人都是控方证人 也就是说都是检察院搞来的证人 而对薄熙来有利的证人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在法庭上律师也没有办法呈现出 对于他有利的一些证人 所作的证词 这样的一种审判 真的是有点让人失望 我尽管是一个特别反感薄熙来 在重庆的所作所为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再做了太多的坏事 对他的审判程序公开才是重要的 所以在中国证人不出庭 证人不出庭带来的问题就是 所有的东西都是 你没有办法去当面挪对面鼓 就去进行对峙 这个对峙的过程并不存在 最后的结果就是 完全由控方一家说了算 控方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证词 我念一下的念一下的 你也不知道这个证词 是不是通过某种强制手段 最后获取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种审判 完全体现不出来真正的公正 也不是所谓的真正的公开 那么第四个方面审判的公开 还要体现在 他的法院所做出的判决书 必须具有一种全面的开放性 也就是说法院的判决 必须能够通过 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 能够通过全文上网的方式 来去向所有的人展现出来 我自己呼吁说 我们要建设一个透明法院 透明法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就是所有的判决都应该 在向当事人公布的同时 向全社会公布 我们都有权利知道 我们都有权利去研究 比方说我可以研究特定类型的案件 最近这些年来 我们的法院的处理的一个 基本的趋势是怎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观察 不同地方 他的司法判决会存在着一些差异 比方说 同样的案件得不到同样的解决 我们上次装点谈过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及时的去发现这些问题 及时的向某些地方的司法官员 表达告诫 同时通过上述的审计 能够让最后的判决能够获得统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那么但是我们的判决书上网工程 现在也是可能是一个烂尾楼了吧 有一些中国特殊的一些情况 比方说我们的死刑案件的判决 完全是一个国家机密 是头等的国家机密 最高的国家机密之一 所以许多涉及到死刑的案件的判决 一律不 大家都没有办法知道 说这个国家每年判了多少死刑 执行了多少死刑 这个在中国是不存在 你不可能了解到的 另外再就是说 有太多的涉及到官员的案件 在一些判决书里边有一些情节 也不适合让更广泛的公众知道 另外呢 其实这样判决书真正的能够公开 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这个好处许多人没有意识到 其实是我们可以通过判决书来去 发现司法腐败 比方说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案件引发了全国的关注 崔永元先生还涉及到那个案件 就最高法院的有一个法官 叫王林青的 卷宗丢失了 后来是这个案件涉及到什么 陕西的迁移框产案 涉及到其他的一些 非常可怕的一些事情 但是其中的一些情节 到底是怎样的 比方说 最高法院的法官 是不是特定的法官 跟一个特定的律师群体 保持着一个紧密的关系 只要这个小律师的团队 他们代理的案件 在最高法院一律能够获得胜利 而在他的手下一律能够获得胜利 你知道久而久之 我们可以输入这个法官的姓名 来检索他做出的所有的判决 你会发现他做出判决的 胜诉犯当事人 都是特定的一个小群体的律师 就这几个律师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 这里边有腐败的可能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说我们都知道 最高法院是非常的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是非常反对 将案件真正的公开 所以我想如何去推动 这样的一个事情 仍然还是一个 可以说是任重道远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快一点讲一个 这个除了审判公开的 是胡适讲的第四个 第四个也就是说 阿诺德福斯特提到的 第四个方面的一个 所谓的程序正义的准则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其实这个问题 就不需要太多的去解读了 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得裁判 跟自己利益相关联的案件 或者说任何人都不得成为 与自己利益案件相关联的 案件的法官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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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担任法官 你担任法官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你与审理的案件 没有任何利益关联 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这是涉及到的一个 一个一个 英国司法准则的 非常重要的方面 这也可以说是 这个准则现在已经在全世界 诉讼程序中间 诉讼法中间 都得到了确立 但是执行起来 其实也比较麻烦 我们可以说 让一个法官 不能够有机会来去裁判 跟自己利益上关联的案件 这是一个对于法官的司法公正 司法连结 一个非常重要的维护 比方说我们现在 我们国家也规定说 法官这个 他的家属 他的配偶 如果做律师的话 必须不在自己 在这个丈夫 或者自己的太太 所在的这个法院的辖区内 担任律师 这就是一个 最重要的回避制度 这种回避制度 可以说 不能够彻底根除 但是一定程度上 有助于遏制 我们的 这个 司法的这个腐败 中国的古代 其实这个问题 也许有些方面 比起现在来说 还要稍微好一点 胡适熟悉的 那样的一种历史 时间段里面 这个 那些官员 其实在周县 衙门里边 这个官员 其实大多数 执行一种 基本的回避制度 那就是任官 回避制度 在任官的时候 他就被 遣送到 用遣送 不大合适 他就被 任命到 一个远离 自己家乡的 不能够再 跟自己家乡 同省的一个地方 去做官 他做官 不能回到 自己的本籍 我曾经 有一位我的朋友 送给我一本 我们 这个山东烟台 那个地方 慕平县 慕平县的县制 他说 看看你的家乡的县制 这个县制是 在八十年代 出版的吧 这县制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 对比 我觉得 给我留下印象很深 就是他 这个慕平县 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县 从东汉开始 就有了慕平 慕平这个县 谋取暴力那个谋 但是作为地面 念慕 河南有中慕县 那么慕平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清朝末年 民国初年之前 担任慕平之县的人 都是从外地来的 有些从陕西来的 有从浙江来的 有从安徽来的 反正就是没有本省人 都是外省人 但是一过了1949年以后 我的天哪 我们的县里边 当然跟49年以前不一样的是 跟大清时代不一样的是 所有的 这个大清时代 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 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没有党的领导人 到了1949年 又有党的书记 县委书记 又有县长 无论是县委书记 还是县长 我发现 1949年以后 任命的 基本上都是本地人 都是本地人 那么传统中国的 这个地质时代的中国 他们考虑到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任官回避制度 任官回避制度有一个坏处 就是说 往往这个官员 对本地的情况 其实有时候特别不容易了解 当然好处是 能够摆脱地方的种种纠葛 能够 能够 能够保持一种 稍微有一定的超然性 这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在 在这个 传统的 中国时代的一个特点 那么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说 这个官员的任期时间 都比较短 两到三年 三到四年最长了 那么很快就要调到 另外一个地方去 这样的话 也使得一个人不大 可能在地方形成一种 非常复杂的利益纠葛 当然那个时候 也没有办法回避 你知道这个 这个官员 审理案件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个县态 也在这审理案件 你要让他回避 这个地方就没有 没有办法审理案件了 因为就没有 没有法官了 这是中国古典时代的 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那么第二个方面 涉及到 这个 不能够担任 跟自己利益有关联的 法官这样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方面的考量 其实非常重要的考量 是说 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 其实是对官员 本身的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保护 它不只是限制官员的权利 而且是保护官员 为什么呢 他不把官员放到一个 非常可怕的利益的纠葛 利益的冲突之中 其实 其实这是对官员 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 大家想想 我发现 胡适先生也特别喜欢 在他回国后来的 那一段时间里边 他特别研究 中国古典小说 这是以整理国故 为名义的 这个研究 中国古典小说 无论是这个西游记 无论是水浒传 无论是这个红楼梦 他都写了大量的文章 当时有一个 他的老乡办的出版社 叫亚东图书馆 不断地把他这些个 这个小说进行 新的汉语标点 然后呢 加上胡适的序言 已经成为一个 特别重要的品牌 许多人都喜欢读他的 这样的一种搭配出来的 一个路板物 那么 胡适对于 比方说七侠五义 对于包整 包整这个人物 其实是很熟悉了 他说包整这个人物 也跟这个周公一样的 是一个见朵师的人物 就是说 人们会 因为他 就有一定的知名度以后 人们就会把 许多的其他人的事情 也附会到他身上 最后关于包整的戏剧 就会越来越多 胡适对这些戏剧 都是很熟悉的 但胡适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他的用力 最更多的是一种考据 考据相关的这个剧目的 一些演变的过程 这方面做的比较多 但是 但是他没有分析 其中的有一些东西 比方说 我自己个人读 读这些东西 尤其是看一下 可能有许多朋友 看过什么赤桑镇 杂宝敏 那个戏剧 真的是让人觉得 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因为包整从小 就是凶嫂 拉扯长大的 凶嫂对他恩重如山 但是现在 他的侄子 也就是他大哥的 儿子包敏 就犯了法 最后就必须要用 包 由包整本人来进行审理 哎呀 这个地边 就涉及到这人情 涉及到的一种 非常痛苦的一种感受 最后 不寻私情 不寻私情 最后一定要 把这个自己的侄子 给炸掉 观众看的真是 大呼过瘾 特别的开心 看到这样的一个 戏剧情节 特别的高兴 坏人得到了惩罚 哪怕他是包整的侄子 但是其实呢 我们在观众 获得了那么开心的感觉 重要的前提是 这里边有一个 特别把亲情 变成一种 哎呀 变成一种司法 所要付出的代价 司法的正义 要实现正义 就必须让一个人 没有亲情 不讲亲情 所以说 我完全不寻私情 但是为什么 我们不去从制度的角度 去想一想 怎么能够让他 不是不寻私情 而是 不关是私情 让私情不能够 在司法的这个空间里边 就说你包整 不可能审理 你执着的案件 这种情况 那该有多好 但是这个就需要 如果要实现这一步的话 那只能够说 通过更专业化的司法 专门的法院 而不是说 像包龙土打坐在开封府 包整一个人 就主持开封府的 所有的案件 只要在这个地面上 发生的案件 没办法 那包整只有审理 所以这个东西 有时候它跟司法的专业化 也是相互的 有密切的关联的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大家今后看 杂包免这样的剧 赤桑胜这样的剧 我觉得我们心里边 都应该留一个 留一个更重要的考量 那就是这个东西 是中国的正义付出的代价 最后的结果 你知道一个人 如果经常办这样的事 那最后他的心里 都会变态 他就会变成了一个 薄情寡恩的人 根本不会去说 意识到说 一个人其实他的心理的健康 是需要一种 非常美好的一种 人情环境 来去滋养的 所以我这一点 我觉得是 我们看到的这个 所谓的回避制度也好 一个人不可以跟裁判 自己的案件相关联的 裁判 一个人不可以裁判 跟自己利益相关联案件的法官 那么这个也是属于那种 一种特别重要的一些考量吧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就是去 这个所谓的回避制度也好 法官的基本的这种 跟自己利益无关的案件 才可以做法官也好 那么就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方面 是现在我们考虑还需要去 在制度的建设方面 是做推动的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你单纯让当庭的法官回避 如果其他的人 可以影响到这个法官 那你就回避制度 也是属于形同虚设 所以审判委员会比方说 他可以对案件做裁判 你没有办法在法庭上 要求审判委员会都回避 因为审判委员会并不在法庭上 所以我们的制度设计 就缺乏一种所谓的 直接的这样的一种 直接的这种 直接原则 延迟原则 这是我们司法经常提出来 就必须要去直接 直接就是说 证人直接向法官 向对方当事人来去表达自己 同时法官直接听取证人的证词 同时法官听取律师的辩护 同时法官直接对这个案件 做出自己的终极的裁决 这就叫直接原则的一个基本的体现 但是 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就 在这离的就太远太远了 另外还有说 我们法院其实有时候自己就把自己 搅到一个特定的一个关系往中间去 这也是现在很无奈的事情 比方说法院 你们知道法院盖楼的时候 法院自己盖楼房 法院楼房其实这个在相当大层上 这个法院的这个楼房的建设 其实是一个司法行政事务 所以应该别的政府部门把楼建好了 交给法院使用 而不是法院自己作为甲方来去跟建筑公司签订合同 来去对这个建设楼房 但是我们国家普遍的情况 这真正是一个特别怪异的一个现象 所以普遍的情况就是 那么法院就甲方就签合同 然后以方是建筑工程公司 建筑工程公司又转包什么东西 然后就法院楼房建好了 结果过了两年三年 都是用了两年三年了 法院不给人家钱 最后这个没有办法又要过年了 一群建筑工程师建筑工程队的那些个民工们 写信给法治日报说 请报社能不能帮助我们呼吁一下 让法院给我们钱 我们现在又要回家过年 已经两年没给我们钱了 哎呀 我当时想法院不给钱 那你就告他吧 你告你告法院 你告谁 你告法院吗 你告法院到哪去告 你到这个法院去告他 告他本身 这个简直好可笑 那最后说 那不能在这个法院告 那你到隔壁那个法院去告 但是天下的法院是一家 你在这个时候 你怎么能够相信 法院的公正性 这真正是一个特别 这个很坏的一种制度安排 就是让我们的法院来自掌司法行政 这是绝对不应该的 所以今后我们是否能够把我们的法院的这样的一个司法行政事务全部交由 交由国家的司法行政部门 由他们来对于案件进行 对对对法院的 无论是工程 无论是器物的采购 无论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行政性的事务的支出 都不要由法院来进行判断 而进行自掌裁权 这是我想特别特别关键的一个制度的安排 不是讲到最后这个六点 英国的司法规则的六点 或者说阿诺德福斯特讲的六个规则中间的第六 我们要说到最后了 那就是法律不能一人 不能以一人私之 上一次讲的时候 也许朋友都记得了这一条 这一条就是很多当时也有朋友 下边马上打出来说 这个好像不能够自己来去宣布法律什么东西 其实这一条的意思 我查了一下的有关的相关的一些个法律的词书 其实他的解释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说 私人不能宣布法律规范 第二个方面 更重要更广泛的使用的 就是说 一个人不能够把法律操作在自己的手里边 不能说法律 我自己自掌 自我掌握法律 我自我去实现正义 这个是不可以的 但是 我们想想 自我实现正义 在人类的历史上 其实是一个远远流长的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早期比方说 出现了伤害 那么我们有所谓的一血还血一牙还牙 我们你伤了我的一个胳膊 我去砍掉你的胳膊 这是一个同态复仇的一个观念 同态复仇复仇完了就实现了正义了 那么 这个太多的事例表明 其实人类很难避免 完全避免这个法律操作在自己的手里边 有时候是情况紧急 比方说知道今天 我们的法律还容许进行 那个叫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 对正在发生的 对于个人生命和财产的伤害的行为 那么说当事人有权进行一种防卫 防卫 这种防卫是完全是自己来去 立即要去做出的 有个人拿着刀正在向你冲过来 要砍掉你的脑袋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把他刀夺过来 或者说你自己拿出一根棍子来 一棍子把他打伤 打成重伤 甚至可以说把他打死 也都是正当的 这是我们现在都熟悉的正当防卫 但是在人类历史文明中间 有时候这个问题 就是非常复杂 现在大致上来说 有一个最基本的矛盾 一方面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倡导说 你有权力来进行自卫 有权力来获得自己认为的正义的条件 但另外一方面 就是随着国家政府的这个制度的一种 逐渐的形成或者完善 其实越来越多的文明 趋向于说 法律的执行 法律的执行 犯罪的惩罚 是政府所垄断的事物 而不可以有当事人自己本人来去进行 比方说 有时候当事人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冲突 他有时候他的规模是无法控制的 最后的结果就变成了一种所谓的 大规模的写斗 原来可能只是一个轻微的伤害 而双方真正说我们都把法律抄在自己的手里边 最后的结果就变成了一种大规模的冲突 对给社会带来的混乱 有时候甚至发展成为一场巨大的战争 所以如果战争发生在国际之间 就变成了国际法要解决的问题 这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种 在中国的传统中间 我们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这个影响就是儒家所倡导的那样的一种 孝道 孝的这样的一种价值环 和国家知识之间发生了矛盾 发生了冲突 有一位日本的汉学家 叫杏田陆瓣 杏田陆瓣 可能了解日本汉学的朋友都熟悉这个人 他既是一个著名的作家 也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 杏田陆瓣曾经 比较过中国跟日本的这样的一种 历史上的复仇 报仇 这个他发现中国历史的报仇 和日本历史的报仇 中国报仇文字就少了许多 无论是文学性的 文学式的叙事 还是历史的记载 这个报仇的情况比较少 另外呢 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是我们后边会说 就是说报仇的类型不一样 有不少朋友读过鲁迅的 这个叫什么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那个小说集里边 第一篇或者其中的有一篇 就是讲没坚持 为自己的父亲复仇的故事 哎呀那个复仇 那故事特别的怪异 特别的有一种神话戏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读鲁迅的那篇小说 就是复仇的小说 最后没坚持 自己的脑袋搁下来 然后由那个帮助他复仇的那个 那个人物 很怪异的一个人物 抱着这个脑袋去见那个国王 然后呢 然后就最后在一个顶里边 被水的顶里边 这个几个脑袋就在里边互相搏斗 搏杀 最后终于把大王给干掉了 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复仇故事 你可以发现这个复仇故事在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为父母复仇 这是一个具有特别大的正当性的一件事情 这个礼记 礼记里边有一个谈公篇 谈公篇里边就有所谓的子夏 曾经问过孔子一句话 子夏问孔子说 如果遇到杀父母之仇的话 你将如何去对待 应当如何去对待 孔子的回答是说 杀父母之仇那还了得了 那就必须要说 按照孔子的原话叫 寝山正干 寝山正干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那做儿女的 你没有别的别的事做了 你就哪怕你晚上睡在草席子上 草垫子上 脑袋架边震的盾牌 然后呢 你也要想法复仇 你不能去做官 你不能去做官 你做官不符合你报仇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然后你接下来就必须要去到处去寻找他 然后呢 如果在某个地方突然找到他了 突然看到他了 这个时候你上去就要跟他干 而不是说你还要等着你返回去 说找人来帮助你一块去复仇 这不行 有时候人就跑了 这是孔子留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但是这个东西 后来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间 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的麻烦 因为 因为这个 这个完全是说 把国家的垄断的这个权力 给拿到私人的手里边去 这会带来许多社会的隐患和矛盾 比方说在唐朝的武则天时代 就发生了一起特别特别麻烦的事情 这个处理起来真难 武则天统治的时代 有一个叫 有一个叫徐元庆的人 徐元庆的人 忽然有一次 徐元庆在旅馆里边是一个打闸的 在旅馆里边工作 这天他忽然被一个 住在旅馆旅行过程中间 住在这个旅馆里边的有一个叫 叫叫 赵诗运 赵 走消赵 诗是老师的诗 运是那个一个尾着边 一个温度 那个温去掉那个三叠水 赵诗运 赵诗运是一个御史大夫 非常了得的一个人物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朝廷的命官 最后 这个赵元庆就把他杀了 杀的原因是什么 他很快就自首 他说 我杀 他是因为 他当年做县位的时候 县太位的时候 把他的父亲给判了死刑 他的父亲叫徐爽 他的父亲就被判了死刑 所以他 现在 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想方设法的复仇 这次终于落在他手里边 这家伙住到我在我当店员的一个宾馆里边 我就把他干掉 把他杀掉 一下子就轰动了全国 然后大家都 朝廷中台都在讨论说 这个问题是怎么处理 怎么办 这个人是符合这个礼记里边 孔子的教导的话 你见了仇人 有杀父之仇的人 这是作为孝子 特别重要的一个 完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 所以应该表达他 应该表达他 不应该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但另外一方面有不少人说 这个怎么可以 验令 做卸令的人 做县态位的人 执行法律 判决他父亲死刑 这是他的法律方面的义务 你国家的法律要执行的过程中间 必然会有人被判死刑 如果被判死刑的人都去报仇 然后这国家还有秩序吗 怎么可以这样的去做 最后的结果 你看出现了问题 哎呀 这个武则天最后 武则天听的这些争论 有时候最后说 哎呀算了 还是放了他 把这个孝子 或者说不怕他死刑 不一定是放 也就重新发落 最后就 武则天就想着 这么决定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有一位 如果单纯就是说 不惩罚他是不应该的 不应该的 他说他一方面 他的做法是符合领济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符合儒家思想的一个要求 另外一方面 他的确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 所以这两种价值之间 你要进行权衡 陈志昂说最好的办法是这样的 判他死刑 判他死刑 于此同时呢 给他隆重的表彰 然后呢 在他的比方说坟前 树立一个大牌坊 然后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伟大的孝子 但是还是必须让他死 这样的话 才能在两种价值之间 获得一种比较好的平衡 哎呀 最后就似乎就这么 按照他的办法就执行下去了 结果就一方面 而且陈志昂还有一个观点 对特别的值得我们去 这很有意思 后来我在日本的这个文献里边 也了解有些人是这样的 类似的说法吧 就是说 现在如果不杀 这个徐元庆的话 对徐元庆的道德上面 非常不好 如果徐元庆 我们把他杀掉 反而就成全了 他作为孝子的 完全的一种 可以说是 最美好的东西都成全了 因为他 大害了杀死仇人 同时呢 他自己也为国法而付出了 自己的生命的代价 这样的话 陈志昂觉得两全其美 不仅说既在国法和人情之间 多年八九十年吧 另外一位人物又出现了 就是柳中原 这个案件最后延伸了 时间很长 柳中原 韩玉这些人都出来争论 柳中原说 这个各打五十大 这个这样的一种 一边是表彰 一边是 一边是惩罚 砍头 最后你最后传递的信息 是最混乱的 一个君子 一个君子要谋事情的话 圣人要谋事情的话 你不仅要谋开始 你要考虑到他的终结 他将来会走到哪儿去 最后的将来 肯定会变成一个 你向人民传达的信息 是一种混乱的信息 是一种冲突的信息 矛盾的信息 所以最后就大家争来争去的 最后就变得 打得不可开交 这样的事情 其实根子上来讲 有点像是 儒家一方面倡导 君为陈刚 另外一方面 又倡导 唐物革命一样的 根子上来讲 他是 儒家一直是这样 这种两可之间的 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大家还记得 这个孟子 回答陶英的那个故事 在孟子那本书里边 你可以看到 有个叫陶英的人 曾经问说 孟老师 如果说 孟是国家的王 天子 这个 高尧是最高法院的法官 然后孟的父亲 叫古搜的 叫古搜吗 然后呢 就杀了人 他杀了人以后 作为他的儿子 同时也是天子 这个国王怎么办 然后高尧怎么办 高尧是一个公正司法的 一个典范的 高尧怎么办 孟子开头就没有 不假思索的就说 这个事 抓起来不就行了 按照法律办不就行了吗 然后陶英就有点觉得不满意 孟老师 孟老师你是儒学大师 你的回答 如此的 如此的 你说作为自己的儿子 顺不应该去 有所作为吗 他说 有什么作为啊 法律就规定 杀人应该 受到惩罚 这有什么作为呢 后来他一想 孟子突然就感觉到 这回答还是要 要更加全面一些 或者说更加符合儒家的 那种一贯的主张 然后他说 不不不不 说错了 他说 孙哪 其实应该想方设法的去 去去去 到监狱里面 去探望他的父亲 并想方设法的 通过某种方式来把 他的父亲给 窃除 越狱 越狱 逃 逃出来 窃父而逃 然后接着就跑到海南三亚去 天涯海角 到处皇帝 这个天子 根本找不到的地方 跟父亲在一块 享受着美好的 天伦之乐的生活 然后 然后 别人突然有一天 遇到一个熟人 见到了孙 说 哎呀 这不是天子吗 你 你 现在 你还记得 你是 你曾经是天子吗 他说 国家算什么 国家不就是 一只 破烂的邪一样的 我就根本 无所谓 我 我跟我父亲在一起 尽人子之教道 这才是最了不起的价值 我有孟子 讲这段话 讲的也是振振有识 但是呢 后来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叫 圆梅的人 明朝的吗 圆梅 明末清楚的 圆梅曾经提出了一个质疑 我觉得这个质疑特别好 圆梅说 哎 你 顺的父亲杀了人 顺作为儿子 就要保护父亲 那被杀的那个人 如果有儿子的话 他们的儿子的孝道的一种指向 是要为自己的父亲报仇 那你 你怎么可以 这两者之间是不兼容的 这怎么 怎么可以 这就是 我觉得儒家思想的一种 是根本性的一种矛盾和冲突 那么 刚才我们提到了杏田路半 杏田路半讲的这个中国的复仇 这个特点 我觉得其实特别值得我们挖掘的是 中国的复仇和日本的复仇之间 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别 就是日本的复仇 很多时候是为祖君复仇 而不是为父母复仇 为祖君复仇 就说自己的祖君受到了 纠辱 或者说自己的祖君 被无端的杀掉了以后 你知道所在的这个藩 那个祖君王叫大明吧 然后呢 这些藩里边的藩士 或者叫武士 他们从此就有一个重要的使命 他们就不得再回藩了 如果他的藩主被人杀了的话 他的所有的藩士 都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复仇 要把杀了藩主的人 给这个仇恨给报回来 就要杀掉那个杀藩主的人 许多人会记起来 那个日本的非常著名的故事 忠臣藏 我手边的这本书叫 《花之忠臣藏》 这个故事啊 真正是跌宕起伏 说的是原路12年 或者13年的时候 曾经发生的一个故事 就叫 有一个藩叫赤岁藩 这个藩主叫 藩主叫这个 前野长巨 前野 内将头 天野长巨 对 我看看 我好像专门记了一下这个人名 对 原路15年 原路14年 就是西方 激励的 1701年 那么 这个 这个 故事太长了 我就不展开来说了 前野长巨呢 它是被 幕府 召到 那个 召到江户去 召到江户去干嘛呢 要江户 要接待来自京都的天皇 那个时候叫禁礼 通常叫禁礼 这个词也是从中国来的 天皇有使节 要到这个 江户来进行一番访问和 这个这个 大家回访嘛 这个 结果最后 每次来访问都要隆重接待 所有的费用都要选一个 特定的一个番 或者特定的一两个番 来去承担这次接待天皇使节的 所有的这个 一些支出一些费用 包括礼品 结果这一年 这一年就轮到了这个 正好被抽签一样的 抽到了这个 赤穗番来去负担 结果这个番主就 就到了江户这来 带着一帮子的人来去 搞这些接待 迎来送往啊 宴席啊 礼物啊 那真是接待方面 有一点差错都不行 那么这个时候 接待的种子 钱也是 这个这个他们这个番主 基本上是管 管把费用给交上去 需要跑腿的去跑腿 需要守卫的去守卫 但是呢 整个的这个 整个的接待的仪式 这是非常隆重的仪式 最后就必须要由这个 一些在这方面经验丰富的 一些高高官们来去负责 那么这个高官就叫 吉良 吉良 异界 吉良 吉是吉利的吉 大吉大利的吉 良是良好的良 这个吉良 这个吉良呢 其实似乎是对这个 这个番主 非常的挑衅 非常的傲慢 最后让这个番主 实在受不了 忍无忽忍之下 突然在 那个将军的那个 府邸的一个接待的地方 把自己的刀拿出来 向着这个吉良就砍过去 但是只是砍成轻伤 在脑袋上留下了一些伤痕 结果最后就被左右的人拿下 最后这个 这个番主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前野长剧呢 最后就被 对幕府判处死刑 切副 切副自杀了 结果 而且把番给消了 把这个赤穗番 这个红色那个赤 穗是穗 稻穗 稻穗米 稻穗穗穗的那个穗 赤穗番给撤翻了 消翻了 最后的结果 这个番 所有的武士也就无家可归了 就变成了一种浪人了 最后这个所有的武士 就在他们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领袖 就是这个人叫 什么来的 叫 叫 家老 他们的家老 叫大石 梁雄 在大石梁雄的这样的一种 领导下 进行了长期的谋划准备 因为他们明明知道 这个企业正在 相互那个某个他的 自己的宅院里边 很高大的一个宅院 在那里边住着 但是他们谋划 怎么去 开展这场复仇 最后是47个人 最后变成46个人 有一个人中途退出了 这个这个 但是大家通常还会叫 47亿市 最后结果就是说 他们在 第二年的 一个寒冷的冬天 当在下雪 日本人有时候说 他们这个地方的 下 下边的人 闹事 经常选择一个下雪的天气 比方说 226事件也是下雪 这个 47亿市也是下雪 这46个人 就是突然就准备 弥谋策划 特别 周密了 最后就 一下子就 实现了复仇 跑到院子里边去 把一个人给 把鸡梁给脑袋的给砍下来 第一个发现 鸡梁藏在一个小屋子里边 一个洞里边 瑟瑟发抖的 还是 孟子的后代 一个叫 这个 武林 武林为妻的 这个 这个说起来 故事挺多的 我们不 今天外人 不讲太长的故事 那么最后 47个议事 当时就 最后 自己来去投案自首 将军 派自己的 这个 所谓老中组成的法庭 最后 进行审理 最后判决 47个人 全部 切副 最后这46个人 全部切副 46个人 全部切副以后 现在也被安藏 在上一次 我提到的 日本东京的 一个全越市 全越市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能下一次去 上次我讲的 说是14号 14号正好是 全越市 纪念这个 47议事的 所谓的议事纪 日本叫纪 这是很隆重的 一个事情 我自己 今年呢 我还叫 东京的朋友 帮着我 去看看情况 到底是怎样的 一个正常 这个问题 其实 日本当时 怎么去处理 这个事 将军也是感觉到 有点 棘手 首先按照 日本的当时的法律 如果是双方 进行一种宣华 然后发生了冲突的话 双方都有责任 但是看起来 江户 是只惩罚一方 而没惩罚另外一方 另外江户的政府 将军们也意识到 说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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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仇 他们把 几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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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杀掉 其实这个行为 表面上看来 是要杀几粮 几粮 但其实呢 他们反抗的是 德川政府的 德川将军的 判决 所以 他是一个对 公共秩序的破坏 而不是一个 私人之间的 一个仇恨的 那么简单 那么另外再也 有一些人 当时一个大儒 叫 狄生卒来 他居然 他也提出来了 非常激烈的意见 认为 这46个人 其实 他们如果说 复仇完成的时候 他们应该 按照武士的精神 应该当场 自己就切腹 不要去 再等着侥幸 还有幕府 给他们 说赦免啊 什么东西 所以最后 最后变成了一个 非常 非常 最后46个人 全部死掉 当然到现在 日本人 日本每当 他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歌舞纪 不大卖座的时候 其他剧目 不大卖座的时候 他们就再排一次 这个 这个 终成葬 大家都特别的喜欢 如醉如痴的 但是 其实里边 其实存在着 许多矛盾和问题 这次我们说 胡适先生 读这本 这个 这个书的时候 说 说 记录下来的 六条规则 这六条规则呢 我们大致上 就可以梳理一下 其实里边 都有一些问题 或者说 对到中国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 中国的问题 还非常非常的 离这个 程序正义的准则 要求它 差距很远 有些差距是来自于 我们的文化的 悠久的文化 传统 有些差距是来自于 我们现实的制度的 一种建设方面的一些缺陷 我要说呢 除了这六条以外 其实 我们随着时代 之间的推移 这已经是 离那六条 已经是一百年前的事情 那么 我们也可以看到 程序正义 其实又产生了一些 或者说 有一些准则 也许是一种更加 基于对内部制度运行的理解 所出现的准则 但是今天我们来不及 再展开来 把那其他的几条 我自己想到的几条准则 说出来 但好在我们还有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可以 比较集中在 其实我觉得 谈胡适 这对于我们的今天的 法治的一种影响 司法制度的影响 其实你所有这些 我提到的 单纯的法律制度 比方说我曾经 我前一段时间 在台湾的一本杂志 叫月旦民商法 月旦民商法杂志 我在台湾的这份杂志 叫月旦民商法杂志上面 发表 就是胡适的证据法思考 我也解释了胡适 在证据法方面 非常独特的一些 他的那种角度的思考 特别有趣 所以胡适是一个 唯一复兴人 是一个百合权数字的人物 他关注的领域特别广泛 有些方面当然 我们今天可以超越他 但是在这么广泛的领域中间 都超越他的人 现在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有 那我要说 其实胡适对法治最大的贡献 其实不是在法律领域中间的贡献 而是在语言学的贡献 也就是说他其实通过 把我们从文艳文中间解放出来 而他可能原来的指向是更文学的 更社会的 而其实对于我们的法治建设来说的话 其实也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或者说是他所有贡献中间 最了不起的一个贡献 这个方面我们可能留在下一次再继续去解说 下一次的我们就可以说 叫文言文与司法决策 我们可以看到 去了解一下文言文 到底对我们的决策 对我们的思维方式 对我们对于法律案件的理解 它产生的问题到底在哪 而白话文又是如何去 把这个问题加以解决的 今天我们先谈到这